我是中学基督教会谈你来分纪念中学 诶 之前学会只剩六期 OK了解 好 那我叫郑家律老师 刚才米苏讲的 他介绍我那时候 他说我又是设计科技主任 而我又自己又是曾经 拿这个音乐的奖项 那你知道我就会有两个身份 所以为什么今天的代表会是 音乐和科技达人跟你谈YouTube 那你一想就说 跟你谈YouTube 又不找个网红来教 不找个KOL来教 找个老师来教 其实行不行的 那我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我今天 如果他们邀请是一个网红 他教你们做事 其实网红是没什么可以教到你 因为他已经是网红 所以他所有的影片 放上去就自然有人看 就相反是我们这些小博主 我们叫做 或者一些小众的 粉丝又不多的博主 YouTuber呢 我们就要做很多很多的功夫呢 去维系我们的粉丝 就是我们的 客人 就是让他们来看我的影片 所以我今天会尽量跟大家分享多一些 这方面的方法 做法 那我明白今天最多的时候 应该会有80人的 所以我知道没办法满足那么多人 所以如果你有问题 就尽量在那个迎天室 那之前 Rita已经给了一些问题 我希望在我讲解的过程 已经解释了一些 如果我真的有遗漏的 那也都请Miss Ho 和Rita帮我记下 那我一会逐一解答 那我们 其实今天我不是只说YouTube的 我们都会说完其他的平台 不过是很相似的 其实所有的平台 天下的平台都是这样做法 那首先我们讨论下一个问题先 那好地地做一个老师 其实在座应该都是老师 好地地做一个老师 或者有退休老师 周sir在那里 退休老师 那我们都是全道授业解画 我们的工作都是 好地地为什么要做YouTuber呢 或者做一个平台博主呢 那我就是有两材的理由在这里 你是不是真的除了做老师之外 你想做多一份呢 是不是真的想做到网红呢 做到网红 为名啦 为你啦 其实呢 做网红呢 为名为利 那都很合理而已 那多些人认识我 多些人认识我之后呢 有人会看我的片 大家都知道YouTube也好 西瓜视频也好 别人看你的片是会有钱的 那这个钱多少呢 我和你分享一下 其实就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多的 那最多啊 最赚得钱多的网红呢 他们是直播大货 不知道大家明白什么叫直播大货 如果不明白一会再问了 直播就是 好像现在这样 跟我跟你聊天 不过就透过那个平台 你来一路看我 一路直播 直播 为什么会有钱呢 那呢 其实他们就是 会有礼物送的 会有礼物送的 就是如果你一个网红 尤其是是哪些网红呢 财艺式的网红 他会唱歌啦 会做一些财艺啦 那他呢 就是和别人做一些网红 人家就会给了礼物他了 那他其实是靠那些礼物为生的 他直接是他的职业来的 那带货是什么呢 带货就是 我做一个什么网主呢 我是专门开箱的 比如我买一样相机啊 买个手标啊 或者买一个航拍机 那我每一开箱呢 就在大家面前开啦 那大家觉得OK啦 哦 这样就去买那个货 那就有回佣去给我 那这几个呢 就都是赚钱的方法 不过我想说清楚 我不做直播不做大货的 我不做直播不做大货的 我是不是为名为理呢 一会儿你听下去就知道不是 那后面隔壁红色那些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呢 就和我们作为老师是完全没有冲突的 分享知识经验啦 就是我很 proud 一些我懂得的东西 比如我玩音乐的 我很喜欢玩乐器啊 我很喜欢弄乐器出来啊 我很喜欢唱歌 也好你当我是伴父啦 当这个是忌安啦 忌安开完床 我在网上唱歌 我喜欢和人分享外唱歌 别人都喜欢听 那我当是分享个知识经验 那这个是一种乐趣来的 当你有些东西和人分享的时候 第二啦 第二 第二 存多些粉丝 什么叫存多些粉丝 其实粉丝是什么呢 其实粉丝只是朋友而已嘛 就是粉丝不是 不是好 就是你不要当自己是好 就是做博主呢 就好像 以前 就是一直以来的明星那样 那种粉丝就不同 明星那种粉丝 明星那种粉丝会 好像狗仔队那样 会追着你的车 而这些粉丝呢 在网上的粉丝呢 就更加像是朋友 就是譬如我自己做了三年这个YouTuber 我发觉我的粉丝呢 真的有些是很亲切的 已经天天会过来我的片子 跟我打个招呼 聊聊天 或者看过我今天做的东西 又会给一些留言留言 那更加像是朋友 甚至有一些粉丝呢 就认我做老师的 就是叫我做老师的 我讲真事的 我去年开始做西瓜视频 我有好几个 在西瓜视频上的粉丝呢 他是成为了一个学生的 我们每天呢 在这个微信里面都会聊天 有时候他问我问题 那是 有时候他们对我的 对我的关怀呢 还多过我自己的学生 就是学校的学生 因为做了一段时间会 荔枝丰收 我有个学生会 寄30斤荔枝 过来给我吃 那 那 老师你尝尝 那样 那他们的 那个 心底很好 那也都有 过年过节呢 也都会寄一些 的 那就是他的关系是这样的 那 那随此这两样 刚才我讲分享经验 其实也是获得成就感 满足感的一个途径 因为 跟大家分享了 比如我今天 我今天做这个 这样的分享会 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了 我的知识 我的做事经验 其实我也觉得很开心的 我会 所以希望大家 在这个过程学得开心 也都会当我是朋友看待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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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着 下来我想跟大家 讲一下我当博主的两个奇遇 真的是 真的是奇遇 因为如果我没有这两个奇遇 我怕这不会今天做到有两边都有一定的粉丝 我简单说一下 我在YouTube有一万多个粉丝 一万三千个粉丝 而我在西瓜视频做的时间更短 但是到现在已经有二万粉丝 那为什么会 那么短时间会有那么多粉丝呢 其实是有两个奇遇 第一个奇遇就是 我先讲YouTube 那YouTube 其实我注册了十年了 十年前我已经将自己的片放上 那时候纯粹是将一些 平时的生活片 或者学校的影片放上去 三年前 三年前 2019年 我就开始认真地做 认真做也都不是我自己 就是什么的 就是我自己的伟大理想 纯粹是因为当时 我是借调教育局 刚才Misou都说 我会借调教育局的那时候 那就是我的上司跟我说 当时阿庄长 张玉良先生跟我说 他就说 喂你做那么多DIY的东西 那你做完之后 讲完那些话题 那就没了 那就不值得 不如你录下它 录下它 那你就可以给我们教育局用等等 于是我2019年9月份 我就开始拍STEM的教材 所以我主力是发展STEM的教材 但是 发展STEM的教材 我告诉你我做了好几个月 是一些成绩都没有的 9月10月11月10月 就是一些成绩都没有的 就是所谓一些成绩都没有 就是只有我那几十个朋友去看 那些视频是20个 30个 最多都是七八十个 就是那些老友记 STEM的老友记 那么 简单说一下 YouTube 你要去 有盈利 有盈利 是有些要求 我现在我不记得 这个要求很清楚 好像是要有 四 一千个粉丝 有一千个粉丝 跟着有四千个小时的播放 一年之内有四千小时的播放 那 YouTube 就会将你 可以在你的影片中播广告 那 当你播到广告在你的影片 你有时候看YouTube 会 偶然会放一些广告出来的 你的影片有广告 你就会有收益 那当时我做了几个月 其实是没有广告的 那 直到什么时候我有广告 就是去到2020年 大家知道2020年发生什么事了 就是2月份 就开始那个疫情来到 那疫情来到 我那时候刚刚去完旅行回来的 回到来 就全香港买不到口罩 我在旅行的期间也都没有买 回到来没有口罩了 那当时我就做了一件事 就是上网看到一些技巧 就是说 将一个我们用开的外科口罩 就将它展开为九份 然后就用一个当时我们叫做猪嘴 一些猪嘴的 我有的 我拿给大家看 一些猪嘴 就是这些了 就是这些猪嘴 这些猪嘴 那当时呢 那当时呢 就因为我切了一些这样的 这样的片 一些这样的 口罩片 那我就做了一个这样的 3D打印的一个 装置 装了在这里 这样 两边都装了 两个这样 那就 解决了很多 买不到口罩的问题 因为一个口罩 可以用九个 可以用九个 那当时我自己做完呢 就在YouTube上 宣布出去 sorry 突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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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给我 看得回 OK 那当时呢 就 我做了一个 一些这样的 一些这样的 口罩的配件出去 那就 有很多人很想要 有很多人很想要 于是呢 我就 印了大量出来 那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的YouTube 大家看不看到 Misou看不看到 Misou Misou 还没分享画面 看不看到画面 我的YouTube画面 看不到 看不到画面 没有分享到 刚才一直都没有分享 有 看到你的样子 但是看不到YouTube sorry 就是刚才一直都没有分享到的 没有 现在呢 现在有 是的 刚才不好意思 刚才我就 就是 没有 就是 这里一直没有分享 那就是 就是 刚才我说的 这六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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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做 YouTuber 或者其他 其他平台博主 接着呢 我就说的 我两个博主的奇遇 其中一个奇遇呢 就是说的这一样东西 大家看到呢 我现在的排序呢 就是最多人看的片 原来第一条片呢 就是 有五万多 就是我做二户 因为这个呢 这个 是六年前的 就是在我 认真做YouTube之前 已经出现的 那大家有兴趣可以看 但是后面那些 你看到有好几个片 包括这一个呢 两年前的 两万多 两年前的两万多 两年前的两万多 之后有一首唱歌 疫情做这个教学系列 Zoom等等 这三个 这三个都是我刚才做的那种 口罩 那种片来的 那么当时呢 我做这个片呢 多人看 突然间很多人看 因为人人都要用口罩 所以 比起我之前做过 stamp片呢 多了很多人看 那么 我的粉丝也都在当时呢 突然间升 急升的是 由 几十人 到几百人 到几千人 是很短时间 好像二月三月四月 已经升了很多 那么 这个令到我呢 就 就赚了第一 结的粉丝 我不是说赚钱 是赚粉丝 因为赚了粉丝 过了一千 和小时过了四千 他就开始给我呢 就有这个广告收益 那我将这个说 为一个我的奇遇 因为很多我的朋友 做了整三年 五年 甚至有些做了六七年 都没有一个这样的 其余 还是在陪回 在 八百粉丝 一千粉丝 而我现在呢 已经是有 一万二千多粉丝 那就是主要是因为 这几个 和口罩有关的 影片 但是当时 为什么会这么多人 这样而看我呢 其实我也做了很多 因为我 除了打印了这个出来 因为有很多人 去兴趣 我就 自己去拆动一个 一个二举 就是打印这些配件 就去送给一些有需要的人 那当时有很多人呢 就打电话啦 WhatsApp啊等等 去找我 那我就甚至是 因为这样呢 而组了一个团队 后来有一个团队的 我们 一路派这些出去的 一路 你看到很多片 都是和这个有关的 派这些出去 甚至我跟我老婆出去 去深水埗买一些 叫熔噴铺 去做这个 这种口罩 风扇口罩等等 都做了很多 那前前后后呢 我好像派了一千个 这个口罩出去 那我相信 就是因为这样 这一千人 都交入成为我粉丝 有一个传一个 于是 就会 有一个这样的大突破 那这个就是我youtube的突破 但是到今时今日来说呢 肯定就不关于这些片子 因为这些片子 不会再升高的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他的后台数据 当时是在做这些 这样的口罩 后台数据呢 你看一看 你发觉呢 是当时这样上了上去的 是当时那两个月上了上去的 去到四月份 接着那几年呢 已经没有再增加的了 大家看到吗 大家看到 就是这种这样的片 这种这样的片 是时间性的 因为当那些口罩 供应很充足 就不会有人再看这个片 那么这种片呢 是生存得不久的 是当时 会让我 赚了七十九个九号九 跟着就一直都没有进展的了 那么这个 必须跟大家讲了先 好了 就反而有些片呢 是会一直都会有人看的 譬如我这个 Stamp的片 它虽然 开始不是一个大突破 但是我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那个后台数据 就是会这样的 你看到是 开始是没有的 百多人百多人 二百多 三百多 一路 但是越上越有 越上越有 到今时今日仍然是斜上 每 每一个时间 就是譬如现在自发布以来 就是这样 譬如这二十八日 一个月来 这个月来 都有四百四人去看 那么所以这就是 刚才我所分析的 两种不同的片 那个来源 一个片呢 就是吃着一个时间 拿了一个突破 这种片呢 就是分享自己知识 其实是长做长有的 那么虽然 你再看 其实所谓长做长有 赚得多少钱 这个月 绝对不是什么 什么收入来的 不过 我感恩就是一直有人看 这件事 一直有人看 这个片 好 好了 我讲完了我第一个故事了 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 这个其余令到我 Youtube 突然间可以 张粉 我们叫张粉 还有是突破了一个樽颈位 令到我现在一直都可以 做 还有有人在看我的片 另外呢 就是一年前了 一年前我就开始 注册另一个 一个平台 那个就是一个国内平台 就叫西瓜视频的 西瓜视频呢 我为什么会参加的呢 其实我都是看Youtube的片 那我看Youtube的片呢 有一些人 有些人 有些很多粉丝的博主 他除了做Youtube之外呢 他去到最后呢 他就说 大家需要在这个 油管 这个 Youtube 看我的视频 还可以到这个 西瓜视频去看 那我就知道 原来国内西瓜视频 是这么红的 那于是呢 我就去西瓜视频 去装一下 发觉 都挺好做的 好像那个门 没有Youtube那么高 因为一装了之后呢 我第一个影片放上去 已经有几毫子赚了 这个和Youtube是完全不同的一样东西 那我一年前注册 一开始呢 我用什么做呢 我是做 《国语改编粤语》的 我用 因为我也是音乐人嘛 我就把《国语歌》改编成粤语歌 那就爆红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 我自己个人都觉得挺惊心动拍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后台 现在我在西瓜视频呢 最多人看呢 就是这一首歌 二十八万三千 大家记得 我刚才 我最多的二户片 只有五万人看而已 这个是2021年3月6日 我发布的一个唱歌的片 是二十八万三千 那我其实是用了一首叫做西海情歌 西海情歌就是 内地一位歌手叫刀郎所唱的 所唱的 那原本是国语 那我就翻译了它从粤语 那我可以给大家听两句一下 所以大家看到呢 现在在我画面里我都在用这种类型的咪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这个西海情歌并不是我最多人看的 所以我现在排序呢 就是二十八万三 二十八万 十七万九 十一万二 其实我之前还有一个 那那个呢 就叫做 叫做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那这首是让我爆红的一个片 不过 最近我就发现 很大件事 大家看看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最近呢 我被人呢 评审不通过 就把我除了 那叫做下了架 那当时呢 我就拿到六十一万的播放 收益是有千多元 那我想跟大家讲讲当晚的情况 那这首歌呢 我当晚呢 放出来 放出来 那平时呢 只有几十人看 但当晚呢 已经飙得很快 在我睡觉之前呢 已经突然间 八万人看了 那原来 后来我知道这首歌 是当时呢 很出名的 当时很出名的 王琪所唱的一首歌 那现在没办法播了 已经被人下了架了 报不了了 那我 而我又将它翻译了做普通话 翻译了做粤语 于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听了 那当晚已经过了八万人 八万人之后呢 半夜三更 我老婆叫醒我 她说 喂 不得了了 我说什么不得了 看看 原来十五万了已经 第二招是二十三万 那其实呢 是这个 这样的情况呢 是令我很惊讶 我一生人都没有见过这个事 随便放一个影片出去 那么短时间 几个钟头之间 到第二招 是二十几万人看 到现在呢 就六十几万人看 最近被人下架 那这个就是我另外第二个奇遇 就是我所说的 那由于这两个奇遇呢 就令到我在YouTube里 也都做到一些成绩 在西瓜里也做了一些成绩 好了 那可以看回去 所谓这些成绩 你可以看看我后台数据 我给一些后台数据你看 YouTube的后台数据呢 就是这样的 你看到啦 开头那八年呢 没有做 是最近这三年开始熊 而这个尖呢 但上去呢 就是刚才我说做口罩 那段时间了 但是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呢 我就跌回来了 一终之呢 就是很平均的 每个月呢 就有 几百啊 至一千人看 这样的情况 就是这个情况就是会这样的 那我现在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网红 就是如果我长期是这样呢 就不得了了 长期 一日有六千多呢 我就应该我现在今天 今时今日应该可以不用上班的了 但是 只不过因为印口罩就是一个短时期 所以大家选题材是要选的 有些题材是不能够力够上身的 好了 又看回下这个西瓜的后台又会怎么样呢 西瓜的后台没有办法看到由开始到现在 只能够看到最近过去一年的趋势 其实我从一月份开始做 那么你看一下都是 有一段很大的 发生的事 就是一月份 我刚才说过了 一晚之内二十三万的粉丝 二十三万的播放 但是接着都是平平无奇的 去到最近 三月又有一个大浪来了 接着又是趋于平淡 其实我的博主生涯就是大致上是这样 所以可以告诉大家 不是非常成功 我不敢说非常成功 只是因为有那两个其余 令到我 就是现在两边都可以保持着一个 一个信心 或者保持着一个 就是有一种这样的 情感去继续做 一种这样的以前继续做 因为如果没有适当的粉丝 没有万多粉丝 没有二万粉丝 我是不会继续做 而且也是没有了刚才那两个其余 我是不会继续做 好了 那我接着就跟大家讲一讲 刚才我的题材 其实都算是很集中的 我的YouTube就集中做Stamp 我的西瓜视频就集中做音乐 不过后来做一下我就不想浪费 我就把影片两边放 唱歌又放在YouTube YouTube的Stamp又放在西瓜 于是越搞越乱 我告诉大家我最失败就是这个 因为我自己太多不同的兴趣 我又有时候做一些饮食 有时候我又会做一下音乐 我去旅行我又会拍一些旅游 我又会讲一下书 教一下书 我要教的东西等等 所以就搞到自己的平台很窄 但是大家如果留意一下那些很出名的人 比如老高 或者李子柒 你看到他们是很集中做一件事 其实你很集中做一件事才会有成功 其实真的不要学我 因为我我纯粹是 刚才我说我是拿满足感 因为我自己又喜欢音乐 又喜欢Stamp 我必须要这样才能拿到满足感 我反而不介意我赚不赚到钱 是不是真的那个粉丝可以去到几十万 我反而不介意 我就是想把我懂得的音乐 我懂得的声音和人分享 而我呢也都有一个做了YouTuber之后 有一个很大的收获 就是我认识了很多朋友 认识了很多朋友 那这一堆都是我的朋友 最近很好笑 陈师傅 这个其实是我的太极师傅 他教我打太极的 他呢就打电话来问我 陈师傅 那些只有几百人看 百多人看 1.8K 最棒的那些都是3.4K 怎样可以做到 好像你这么成功啊 那我跟他说 首先我不成功 我一点都不成功 我成功我就不用教书了 就是继续做我的YouTuber 我不成功 第二呢 我想说就是 他问为什么我的唱歌那些 会多那么多人看 而他 只有百多人 五百多人看 那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下 这件事就是 其实什么题材才稳定有人向 其实就好像你做一个电视台 电视台里面有那么多节目 有那么多种不同的节目 其实哪些是最多人看呢 很明显就一定是那些 剧集最多人看 是吧 妇女节目会少些人看的 儿童节目就再少些人看 是吧 那如果 我跟他聊 我就说 如果你在电视上 搞一个太极节目 教人打太极的 你会放在什么时段 你会不会放在黄金时段 一定不会 因为你知道你的对象人不多 所以我就跟师傅说师傅 其实呢 主要是因为你的题材 你的题材的对象合习 因为 一万个人可能都没有 一百个人去打太极 那你那个粉丝 就算你的流量做得挺好 你都是会合习 你是不会太多人看 这里一大堆人 全部都是我的朋友 饮食多不多人看呢 饮食属于多人看的 不过我这个朋友也是他刚刚做的 有十几k的 不少的 9点几k的 饮食是多人看的 饮食是属于多人看的 就是跟太极没得比的 这个叫Rocky的朋友呢 他很有趣的 他做交通 不知道大家知道什么 做交通 他是会走上一辆巴士那裡 走上一辆巴士那裡 跟着那个巴士的路线呢 是一路影 他现在不做了 有 类似是这样的 港铁巴士行走 他是会这样做的 我曾经见过他这些片 都很多人看的 但是他做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他都觉得 不可以长期做 猫 大家喜不喜欢 我有个朋友是做猫的 但是原来都不是这么多的 只有几十 几百 一百多 那 又不可以说猫 这个题材不好的 可能他也都不是说 非常 这个William Leung呢 他 他有很多个 YouTube的 你看看他 他做得不错的 他做得 二点几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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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都是转了 除了做旅游 也都是做了这些 这样的 饮食 OK 那就 好 音乐 音乐 其实音乐可以很多 譬如我呢 刚才做唱歌 我有朋友是做拉尔虎 这个Melody Ho 是我古增的老师 你看看他做得不错的 九点二k的订阅 他有些是 一点几千 一千 我记得有些很多 五点几千 所以其实音乐是一个大众娱乐 是多人看的 其实音乐是多人看的 我自己都是音乐 会多人看过Stand 后来我放 不过 我想跟大家说 做音乐在YouTube 真的没有好处 为什么呢 因为YouTube 是管版权 管得很重要的一个平台 你在YouTube做音乐 是可以 但是是一定没有收益 一会我又可以 跟大家分析一下 钓鱼 原来钓鱼 都很多人看的 钓鱼 10k 19k 8k 15k 你做得成功 原来钓鱼 都可以有这么多人看的 相对来说 最少人看的是什么 真的做教育 我这个朋友教英文的 你可以看得到 三百多 三百多 这样 那大家呢 来到这里 如果大家都是老师 就可以想想 如果你真的想跟大家 同学去分享 你一些的学识经验 其实是可以的 就是你作为一个教博主 你都可以这么做 但你就不要想着 会有 存到十几十万分 刚才我跟大家说 关于音乐 这件事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事情 到最后呢 你会见到 对不起 到最后呢 你会见到 我现在多人看的片 在YouTube 就是二虎 二虎 口罩片 但是你看到 第五个片 都是唱歌的 但是我按下去 给大家看一下 OK 这个唱歌的片 这首歌 都很多人听 一万八千多 但是你看一下 分析 你会发觉 是哦 一路增长 挺好 一路都有人听 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 是讲我过去三十多年 我拿刘德华一首歌 填了一次 讲我过去三十多年 在教育的经验 离开旧的学校的经验 但是你看到 是的 都一万多人 但是预计收益 是一点都没有 预计收益 是一点都没有 因为我这首歌呢 我是粤语填詞 我是侵犯了 原来王庆元的旋律 所以在YouTube上 做歌 是没有好处 如果你打算唱歌 来赚钱 是不行的 只能够 当像我这样分享一下 OK 好 我们继续下去了 看完这些东西 看完这些东西 我想你心中有数 什么题材 才稳定有人看呢 一定不是太极 太极 就算我 我很喜欢学太极 我看完陈师傅的 什么 这个 杨家二十四诗 然后看了陈师 不知道多少诗 我就不再看了 因为他来来去都是打那些 所以他不是一个好的题材 也没有办法持续说下去 持续不了 好 继续下去 我想跟大家说几个 什么叫做受欢迎的片 原来 有几个字 你一定知道 推荐率 推荐率就是在平台 去推荐 有时候你看到 你看看YouTube 有些人又会把 YouTube又会把一些片 推出来 那个就叫做推荐 如果你的片做得好 YouTube是会推荐你的片给人 第二就是点击率 点击率就是每一个推荐 究竟有多少人去按你的片 那个就叫做点击率 第三就叫做原播率 原播率就是意思 好 按了你的片 你引了人去看你的片 哇 第一两秒挺好看 接着第三秒他已经觉得悶 那就走了 那那个原播率就叫低 那现在我自己做的片 一般上都是二三十百分钟 原播率的 平均二三十百分钟 很少有片呢 会去到七八十元播率的 除非你真的好像老高那些 讲得那么精彩 那接着第四呢 就是评论 弹幕数量 就是有多少人 看完你的片 会留言 那这个也都会 是受欢迎的一个指标 那接着呢 人家有人做 你回应都很紧要 就是譬如人家答 评论了你 留言了你 你最好回应回人 你回应回人呢 在这个平台的记录里面 都会觉得你是一个 好 我们叫做重 重粉丝 就是对粉丝很好的一个博主 那就是等于我们教书 有Q就有A 有Question又有A 所以你回应数量 都是你的一个分数来的 那还有 但是有几多人将看完你的片 再分享 转发出去 那这些都是 一些指标来的 好了 你可以看看我现在的片 最近 最近28天 我是一个Stam的片 有1,190人看 那刚才那个首 那首今天呢 在最近一个月都有992人看 但这个是赚不到钱的 最惨的就是现在呢 那些歌 这三个都是 1234 都是这个月最多人看的片 其实我之前做Stam呢 是有钱的 跟着做了这些音乐 这些全部没钱的 这些是有钱的 有 1234 五首歌 上了来 那些痴肠子那些是有钱的 二胡那些有钱的 做Fusion360 这些是有钱的 但是 你可以很明显看到 十个 十个最热门的 这个月 里面有五个 是唱歌的片 那你心中有数 是什么片 是会最多人看的 是 其实是音乐 可以很明显的 告诉大家 好了继续下去 怎样可以达到更高的流量呢 大家 留意一下 刚才我播的那些东西 你会看到一按进去 它有一个叫做缩图 这个就叫缩图 这个缩图越是吸引人 有些黄色的字 大大的黄色的字 自己动手贴墙子 全无难道 人家就会按进去的 这个叫缩图 第二就是这个标题 而第三就是里面有些描述 那这些呢 大家都要做好的 你做好这个缩图 标题 描述 还有关键字 关键字呢 就是一些 特别的字眼 别人搜索的时候 会打的字眼 还有片尾画面 你做好这些东西 你的流量又会高一点 那如果大家不清楚这些东西 我现在播一个片 是我一个朋友的片 他觉得很好的 那我现在还有20分钟 我想大家看一看这段片 就是 刚才那群YouTuber的朋友 其中一个 他叫珠珠 那他就解释什么叫SEO 好 大家一起看 大家好 我珠珠 又到了我们YouTube的时间了 作为内容創作者 我们经常都听到 YouTube SEO YouTube SEO 究竟SEO是什么呢 字面上来解 SEO就是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搜索引擎优化 想要一条影片 Rang High Performance 要怎样做SEO 做足SEO之后 是不是又代表这条影片 一直会有爆发力 给YouTube推荐出去 今天就让我为大家 破解这个谜 先了 在我开始示范 如何做YouTube SEO 之前 先给大家看一下 在我频道里面 Rang Top 1的影片 的 Back End Data 他跟我一样 是分析给你看的 那我将这个Date 在 Back Tour 开始 大家看到 这本影片永远 都是速成剪辩教学 这一条 Fumora的剪辩教学 观看次数 是近9千次 那我们可以用它 Back End Data 看一遍 这个很清晰的 显示了给大家看 这条速成剪辩教学的影片 其实表现比我们 在一般的影片 高出了很多倍 而且是长做长有那一款 看到大家 一直这样上的 不是那种 一会儿就没有了声器那种 因为 学剪片 应该是一个 挺豐富的题材 因为每个YouTuber 都想学剪片 所以他这个 题材是吃到的 因为他也是一个 小博主 他开始得更迟 所以为他来说 8千多很多的了 他觉得已经 这个就是一个 表现比赛 大家可以看到 这部影片一开始发布的时候 其实表现不算太大 直接发布了大概两个月之后 它的差距就开始明显了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不停地飙升 至今天为止 这条影片 就是发布了之后 220日 它的观看数 已经接近9千观了 所以这条影片的表现 其实是比较大 现在我试试 登出我的YouTube发行 用general的YouTube platform 搜寻一下 但我搜寻到这条影片 S.U. 有组成年 我现在就去登出了 我的YouTube platform 我现在就登出了 我的YouTube platform 因为如果要看到 我自己的YouTube platform 里面去搜寻的话 结果未必准确 我现在在搜寻中 尝试搜寻一下 关于剪片的keyword 看看 搜寻出来的结果 是怎样的 例如我搜寻剪片 大家看到 其实有很多个keyword 例如第一个 剪片有项 大家看到 其实第一条影片 已经是我这条影片 除了这个是广告字 我试试用其他keyword 例如 这个场面关键字 广东话 也是我这条影片 第一的 因为我这个keyword 放在这里 我试试用YouTube剪片有项 这条影片 也是第一条 你会发现 很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我和下面这条影片 其实相差的时间不算太远 我这个是七个月前 其他人的影片是一年远 但是 view数是差很远的 大家看到 我是接近九千view 但是 人家这条影片 是二十几万view 为什么他这条影片 会在我条影片之下 正常来说 你可能会问 应该是人家条影片 排在头 我条影片 应该是最后 为什么我条影片 会排在人家条影片的上面 其实呢 他是做得很好的 他刚才在很多方面 他包括他的标题 他的缩头 是很长眼的 速成剪片架 很长眼的 所以在很多方面 他都是优胜过他 虽然这条影片 可能放得久一点 或者这个人比较出名 这个人比较出名 所以有214K 而他只有8.8K 但是在SEO方面 阿珠珠做得比下面这个人更好 一会儿再告诉大家 其实YouTube是继续 第二大的search engine 才想我们平时search 一样东西的时候 除了去Google platform search 我们还会去哪里search 当然就是YouTube 所以反过来 当我们下转影片到YouTube platform的时候 做好YouTube SEO 就很重要了 如果我们一起进入电脑 我会示范给大家看 我平时是怎么样做YouTube SEO 那大家要留心体了 做YouTube SEO Keyword Research的时候 我都会用到True Body的方案 这个True Body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去做Keyword Research 当我们完成登录True Body之后 在YouTube page 右上的位置 就有一个True Body的icon 我们可以进去 之后我们可以选择Keyword Explore 当我们要做SEO Keyword Research的时候 我们可以试一下 是否在观众的角度出发 哪些核心的关键点 例如我现在准备出这条影片 是关于教剪样去剪片的 很直接地 我就拿到剪片教学 所以剪片教学 就是一个核心的Keyword 我就会在这个Keyword的column 搜寻回剪片教学 这四个字 当你听见了剪片教学 这个Keyword之后 你会发觉有很多 相关的Keyword 都会写出来的 其实这些Keyword 就是观众在我们search engine 会直接搜寻一些Keyword 如果这些Keyword 都是related to你的影片的话 不妨Explore一下 看看有没有一些 高级的Excel Keyword 可以做一些关键字 那现在我就会直接 Explore一下剪片教学 这个Keyword 按了Explore之后 你会发觉 它有一些Data 出来了 首先你会看到 左上角 会有个Overall score 这个Score 怎样来呢 就是System 分析以下的Data 得出来的 Overall score 在Overall score 我们会分开 Wated 和Unrated Unrated 意思就是说 是所有Content Creator 的一个Overall data 不是Specific to你的Channel 而Wated 就是针对你Specific 的YouTube Channel 去给你的Score 所以我们看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看Wated 但是要留意 就是Wated 这个Score 是Pay Version 过贵版的Toolbody 才可以有的 当我们做Keyword Research的时候 我们的Target 要找到Keyword 在多人search 但是少变身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剪片教学 这个Keyword 它的Overall score 是Pore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它下面Data 第一个是Search Volume Search Volume 的意思就是说 有多少人search 影片教学 一字 红色是代表 好少人search 而绿色这边 代表很多人search 所以我们的Target 是战咀 而向绿色这边为主 大家看到 这个Search Volume 它是橙色 接用黄色 即是说 它是Fair to Good 不是太多人search 接着 Compensation 竞争到 大家看到这个战咀 是Pore的位置 剪片教学 这个Keyword 是非常非常大竞争 第三个是 Optimization 可优化 你可以看到 是绿色的 即是说 即是简单来说 即是不好 你的剪片教学 如果用来做题目 即是根本 太大竞争 人人都写剪片教学 那是不好 它跟着它会改成 怎样呢 它加一些键文 例如隔个位置 长尾关键字 剪片教学 加上广东话 全部都会升上去 如果你有兴趣看 我建议你会 或者我看看主办 可不可以把我的PowerPoint 给大家 大家有心看完它 就会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不懂 而现在 长播给大家看 是吧 Misho 好 可以的 可以的 好吗 我或者把我的PowerPoint 因为时间 就不是很足够 那我有很多片 一会有很多片 我都是不停地播一播 让大家知道一下 这个SEO 大家在找这个方法 是会令到自己的片 多个流量增加的 好了 最后我想说 很多人都想知道的 我见到很多人问问题 就问我是用什么器材 我自己面前这个相机 我就是在用这个 我想告诉大家 我不是一个 我不是一个很重要 用很漂亮的相机人 我不是那种叫做 就是发烧友 我只是买了一部 这样的傻瓜机 那么我现在 那些片子 全部都是 都是用这个 这样拍出来的 都是这样拍出来的 就是现在你看到 画面都是这样拍出来的 那么这个相机呢 其实就是 Sony的 RX100MK7 我当时买它 就想着拿出去也能用到 但发觉有个很不好的问题 就是它电用得很快 就是没办法让我长期去录到东西 所以我就 不喜欢用 不喜欢拿出去用 它是很漂亮 画面很漂亮 很清晰 如果我用它来拍 唱歌 MTV 直接是 都等于大机的质素 它是一架 超级贵的傻瓜机 傻瓜机 那时候买的应该是八千多 那么我自己更喜欢用 Pocket Osmo Osmo Pocket 就是这个那么小小的 因为它可以很省电 那还有用我面前这个叫做 这个DJI的叫做 Osmo Action 我有时候戴着帽子 踩着单车 那我都做运动都可以拍的 我挺喜欢用这两个 那可以给大家看一些影片 给大家看 就可以拍到这样 做运动相机 那其实画质都不错的 我觉得 那不需要用到我面前的傻瓜机 用到这架机 除非我真的拍一些很重要的影片 就是要出街的 或者被人用的 那我才会用这个 那我一直都是用这两个 那大家也都会知道我呢 我自己很喜欢航拍的 那所以 这航拍机也是我的一架镜头来的 就是我会 我都很喜欢带航拍机出去 去旅行 那拍到很多这样的大片 那大家想看这些片 可以拿到这个 PowerPoint之后再看 那这架很有趣 两架都是航拍机 但是这架呢 可以追着我行 好像多了一个助手 那样的 给大家看 那些客户 每天都一起 带着 那 其实这个时间呢 我是没有人跟我一起的 我自己一个人去旅游的 但是我这架 这架这样的航拍机呢 是一个小盒子 那样的 它就会跟着我走 那些人是觉得很有趣的 那些人会看到 咦 为什么有个这样的机 跟着你 那样 好像有个人拿着相机 其实就不是 其实就不是 但是呢 就非常好玩 这架机 我认为那些团友 就是这一架机 就是这一架 好像盒仔那样的机 它的好处就是 它摺起来 不会车到人的 它就是一个盒仔 就算不过去撞到人 也不会受伤 那另外就是 360 360 也是我 用来做片的 很重要的器具 因为做出来的片 是可以转转的 这个是我去一个 盆塞宴的 的一个 情况 我放下机的桌面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是可以转转的 我自己在这儿 天空拍到 地下拍到 吃什么菜都拍到 基本上 吃什么菜都拍到 所以都是 如果 计摄影器材来说 我主要是用这一架 但是摄影录影 但是航拍 灯光呢 灯光又怎样呢 灯光其实 是必需要的 想拍得漂亮 但是不是很贵的东西 可以买一些很普通的 LED灯牌 或者我好像现在我这样 我只开了一支光管 或者 我现在一个座灯 一个 一个台灯 其实已经可以帮我 增加光线 那拍出来是会漂亮很多 那我还有 你介意展示来看 我们看不到 你那个 桌灯是 那样的 LED灯 那 那 还有一些 小灯 我很喜欢用这个 小灯 这个小灯 小的 大家 我开着给大家看 充电的 对不起 对不起 这样 那我就 他有摄石的 我就把它摄在我上面 那些地方 你看看 我会增加了 一些光线 都挺柔和的 可以 如果你觉得不柔和 你可以射到牆 再把牆 反射过来 那我就看到 有个对比式 那这个 这个灯也是我经常用的 我有两眼的 而且上面 还可以 铺 一些 透明纸 让它有不同的 色温 那样照 就很恐怖 就是看你照的方位 其实灯是很普通的东西 那照就很恐怖 那样照呢 照到牆 就可以 为自己增加一些光线 所以其实 录影的东西 真的没有刚才那些 都不要紧 刚才那些 只不过是 一些漂亮一点的 相机 最差最差 我们用手机 其实已经很好的了 手机 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好的 相机 很多人都是 摺黑神军的拍摄 都可以做到 铺住的了 那么 好了 录音了 录音了 大家其实都不需要多说了 你看到我前面这个就是路线 路线最出名的了 那么 除了 有线的之外 如果出外做 做 show 或者做 做些访问 就无线 无线的路线 一个 这个盒子 很有用的 一个发射 一个接收 那么 你接回去 刚才 Osmo Podcast 或者接回去 一些总之有输入位的 那就是非常好的 这个路线设备 剪接直播软件 我自己就很喜欢用Premiere 因为 真的 我用了很多年 Premiere我应该用了 接近二十多年的了 那么我也都有片教人 怎么用Premiere的 这个是教人 怎么做撞车的 搞定了 就是在一条片 要定格的地方 按滑鼠右键 接着选 framehold 那么大家可以收到之后 可以看 那几个呢 到中国快的时候 是在镜头了 之前之后 加回一些影子 还有一个故事 就变成了一套 提醒学生过马路 没有看手机的短片 这个就是Premiere的能力 Premiere 真的做到一些很厉害的 但是呢 如果大家 不想给钱买Premiere 我会介绍这个剪影 剪影是非常非常之好 一个免费的剪片软件 可以 它最厉害的就是可以认字幕的 这些字幕呢 是剪影认出来的 那就是我给大家看一下剪影的画面 就是这样的 不用钱 你担它下来 但是当然你直接用剪影去剪影 都是可以 但是今天想带大家 用那个智能 按一个键 就认了这些字幕 因为现在你这样 字幕出来的了 而且广东话都可以的 这个剪影 推荐给大家 那还有用手机版都是很好的 那而直播呢 直播就用这个OBS Studio 我后面有六幕的 这个OBS Studio就是被人做直播用的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软件 那还有就是音乐制作呢 有同工问过 一班同学录音怎么录 那其实我就会用音乐软件 因为我是音乐老师 这里就是我和我的学生 一个在大陆的学生 我们没见过面的 我们做了一个合唱 那前面那段呢 就是我唱的 后面那段就是他唱的 跟着大家合唱 都可以这样做到出来的 但是大辽中间 其实应该是对唱的 就是应该是他唱剧 我唱剧 就用这个软件呢 做这个合唱的混合 OK 那还有就是 Iso Top Iso Top 就用来将一些人声抹走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比较贵的 这个软件 是这样的 这个 这个 就是将 有些人说要唱卡拉OK 又找不到卡拉OK 那就可以用这个 将人声 他用人工智能 将那个原本的歌声的声 抹走的 但这个软件相当贵的 那以上呢 都是我可以介绍给大家的软件 那大致上我今天要分享的呢 这一天走漫漫发展 能够讲到 这些时间都到了 我都很怕 没办法回答到你们的问题 看一下大家有什么想问 或者我有没有漏了些问题 没有解答 好 郑sir你好 那很多谢郑sir分享 那我 因为呢 在这个报名表那里呢 都有一些老师问一些问题的 那我呢 都想问一问郑sir的 那其中一个老师问呢 如果他想制作一些短片 给在内地的学生看 那可以怎么做呢 那就用西瓜视频 是 因为你YouTube呢 你做在YouTube呢 他内地看不到YouTube的 他要 你也没理由鼓励他去做翻墙 就是如果我们做老师 你在内地啊 你是瓜景生啊 那你看我YouTube 那别人说不懂看 你教他用什么翻墙 那我觉得不是那么好 所以为什么我要探索一个西瓜视频 除了做YouTube之外 我做西瓜视频 我就是分两条线 YouTube是向世界性的 西瓜视频向内地的了 好 那也有个老师问呢 其实 剪一条YouTube影片 大约 什么 听不到 剪一条YouTube影片 大约要多久 对不对啊 因为我家里的WiFi有些问题 哦 剪一条YouTube影片要多久 但是你看到我的影片呢 有些是认真剪的 有些就是生活的 生活的那些呢 我几分钟剪完的了 我差不多可以直接录录完之后 用手机录录完就剪出去 出街 但是如果我唱一首歌 我可能要剪几个小时 首先剪声音啦 有些时候剪完声音再剪样啦 好像刚才我唱这个西海情歌那样 我又要录音录完音之后 又要录样再剪呢 就几个小时的 那如果你做学校那些片 有些片是做学校的 我看一下有没有 比如我帮学校做的片 大制作一点的 我试试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有没有分享的 有没有分享的 有有有 比如我这些做给学校的 这些人工智能的片 那这些真的会花很多时间弄的 这些是有教后意味的那些 慢慢教的那些 是真的要花几个钟头 Depend on the 内容 那要有一些职席 那好像我现在那么职席 那即是录完出街都可以的 那就不用剪了 只会把那些呃 的摩尿妈剪走就可以了 那那些就会很快 可以吗 郑Sir 那有个老师 都在这个聊天室就问 是 他说 可不可以怎么做到呢 那个片呢 又有PowerPoint在那里 嗯 我个人像在那里 一路讲话 好 那 有的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OBS OBS 那现在呢 因为我已经用了这个镜头 我没有办法再用 但其实就是 你看到这里 这个镜头呢 呃 我现在关掉这个镜头 我现在关掉这个镜头 我示范一次给大家看看 可以不可以 我现在关掉这个镜头 OK 我看一下这里能不能开始 都不行啊 如果可以呢 你就会看到我这里有个人样 后面是PowerPoint 这样可以 就是 就是 就是将个人 搭到 PowerPoint 那跟着 再进行出来 就是用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叫做 OBS Studio OBS Studio 是免费还是要 免费 完全免费 我给一些效果给你们看 我给一些效果给你们看 我能够做到的就好像这样 就是这样 刚才那个后面 后面有东西 甚至我可以这样 甚至可以这样 人在这里 因为我做了六幕的 我甚至可以把我的人勾了出来 将我教刚才Cakewalk的软件 这样放在这里也可以 就是用这个OBS Studio 那刚才PowerPoint里面 有这个软件的联系 那大家可以看看 好 那有老师问西瓜视频 我也想问 其实西瓜视频 那我的做法 是不是跟YouTube一样的 就是他们的平台 大致上是一样的 只是刚才我说 我不是说 我刚才有提到一件事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说 YouTube是做不到 做音乐是没有分享的 没有分成的 看不记得我刚才说这件事 但是西瓜视频就有的 因为他在内地 他有这个保障 他应该是那个平台 买了所有 就是好像一个奔道 那样买了所有的 版权 所以在内地做这个分成 做音乐有得分成 唯独你踩得太红的歌 他就把我的可可台 《青木洋人》下架了 就会这样 那我分别 就会反而下架呢 下架是因为那个作曲者 因为西瓜视频 他已经保障了 他是鼓励做这个二度创作的 我拿刘德华的歌再唱 他没事 我拿哪个歌唱没事 我拿了王琦的歌唱 王琦的歌唱 我唱了一年他都说没事 那时候60万 到我去到接近70万 王琦就眼红了 那他就投诉向西瓜 喂 这个卡洛斯拿到我首歌来 填了什么 抓他下架 那我就下架了 应该是个别情况 但那个平台就没有YouTube 平台是一般都比 但是YouTube呢 你一放已经不行了 任何歌都不行 你唱哪个歌都不行 就是这样 Gensen 我都想问 譬如西瓜视频 本身是一个内地的 类似YouTube的平台 没错 本身如果我们登记的时候 要注意些什么呢 没有什么是实名认证的 实名认证的 实名认证的 实名认证是要 要上升新闻证之类的 我不记得 不用的 实名认证 好像用香港电话 就是这样 西瓜视频 西瓜视频 是和头条 是和一个 和头条和抖音 是三兄弟来的 西瓜视频头条抖音 其实一开 你三个开了都可以了 这个 头条就是这个 所以东西是通的 西瓜视频 头条抖音 我放在西瓜视频 上面的东西 在头条都会出现 在抖音 也会出现 这些片和西瓜一样 抖音也是 不过大家的要求不同 抖音 抖音就要求 垂直的平 西瓜视频 要求打横的平 一样有那些片 比如我最近唱的那些歌 在抖音 你找到 一样看到的 其实我 我这次就拿了张学友的 回头泰难 来填了一次 没有被人下架 因为没有人告我 西瓜视频是准虚我 还有我有收益 我有钱 但是同一首歌放在Youtube 不行 主要是这个分别 Youtube和西瓜视频 有一个老师都问了 比如我们上载的影片在Youtube 那大约你刚才都说过 因为可能他刚才听不到 要重复一次 多少个订阅才有 一千 以前我三年前做 我记得一千个订阅 四千个小时 一千个订阅四千个小时 就开始有广告 我自己有时都会听一下 一些网上的Youtuber 讲哲学 直播 直播他不停都叫人 你要捐钱给我 是的 直播的问题我想说 直播就是要收礼物 用那个钱的 但我刚才我已经说了 我不做直播 不做大货 这两个是赚得最多的 直播大货 直播 是Youtube要求 还是那个人 那个人自己 哦 譬如我现在我用Youtube来 开直播 今天我们直播了 大家听我唱歌 我唱歌 请你给礼物我 请你给礼物我 那我一个收五毫 一个收五毫 一个收一元 一个收一元 那我就有钱了 那又或者我在面前 我今天介绍 大家用这个 今天不收你十元 二十元不收你 二十元不收你 三十元不收你 那其实是售仕 那你买了这个货物 我就有回勇收 那这两样是赚钱最多的 哦 明白明白 那 刚才有个老师就问 怎样给钱 Youtube 其实 直接过银行的 哦 就是你本身去注册的时候 是 是 是 你譬如今个月 你看我几元 今个月我收了一百二十五个八毫九 死不死 一百二十五个八毫九 我天天有片的 这个 这个西瓜视频都不会多很多 西瓜视频都是三百多元 三百多元都是人民币 就是 我是 我是长久一个日日有片的人 而且 保持 观看 有 十七点三K 就是一万七千多人观看 观看时间有六百多小时 不过你看 你看看这些数字是很鼓舞的 就是 你教了这么久 书 你都没有接触过 一万多人 都没有那么多 有 学生听了你六百多个小时 书 但是一个月有那么多 今个月都有八十三个人订阅 那我收了百多元 钱是很少 但是这三个数字令我鼓舞 OK 那其他老师 如果你还有一些东西 你可以在聊天室那里打一些题目 不過 郑先生我也有一些东西想问 最近在YouTube YouTube 或者IG 很流行短片 那其实这个短片的潮流 是不是 就是 一个潮流 以后製本 短片是像韭音 哦 就是一种很短的片 其实那些是赚不到钱的 那些纯粹是 是赚人气 哦 就是你 短片 卡卡卡卡卡 很好笑 那天啊 人家觉得你很有趣哦 我就上你过网 看你其他的东西 跟着 哎 我有直播啊 那晚来直播啊 那直播多数是才艺 我认识很多朋友就是玩 就是内地的朋友 他们就玩直播就玩得很厉害的 就是听说啊 我有个朋友叫小妍的 他一晚可以五千多元 就是收直播 不过是唱歌才艺 肯定就不是我们这些讲书佬 就是做的东西啦 就是唱歌我们不唱 不够人唱得好听 那我只是推广我的写词 就跟他们两个路来的 嗯 好 或者其他老师 有东西 之前之前存在那些问题 我说有没有东西 有没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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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尽量在我讲讲里面 介绍了 就是他问合唱啊 问一些摄影器材 我都尽量说了 金Sir 是回答了 好 回答了 是呀 我帮你拍了 好 麻烦了 也解答了 希望大家都开心 因为八十多人 真是很难 每个都照顾得到的 啊 金Sir 那有个老师问 嗯 将一些片放在不同的频道 会不会好像水喉分流 细了呢 这样 没关系的 没关系 我通常我告诉你 我是放在多少个频道 我同一个片 我是 我随便拿一个片给你看 我下面的description有写的 我这里有写的 我放了那么多个频道 我放了YouTube啦 Facebook啦 Facebook专业啦 Instagram啦 Instagram啦 Twitter啦 Library啦 BillyBilly啦 西瓜视频啦 抖音啦 等等啦 我是放了的 就是 应该是放了才好 就是叫做山大棘 就是有柴 不过 我其他那些就是 没有柴都没有 我只是西瓜 和 YouTube勉强收到一个月 百多元 其他那些是没有的 BillyBilly那些很难做的 因为呢 鄭sir 我真的认识一些人 就是在网上看 认识 他们真的靠做YouTube来 養活自己的 是 是 那他们 我刚才不是说了 我有一些 我怎么养活自己呢 好 要集中一个 你不要像我这样做 我太多 我太多 兴趣了 你看看 你看看 我有去刘浮山吃东西 我有彈一下結他唱一下歌 今天 讲人工智能 早两天是填词 然后呢 元朗停电 开幕典礼 我这么集 是不会有人追随我的 追随我的 追随我的都是很朋友 但是如果我 集集都讲外星人 真是外星人那帮 加入了 那就赚到钱了 你要很集中 你不要像我这样 就是我不对我这样 我西瓜视频是做得好一点的 西瓜视频呢 大家可以看看 西瓜视频 为什么我做得好一点 因为我是一个黄V 什么叫黄V呢 黄V叫做认证 优质音乐领域创作者 我什么时候拿这个 优质音乐领域创作者 就是我那时候的首歌 一晚之内去到23万 我就拿到这个认证 所以之后呢 我做的事情呢 必须有60%以上 是跟音乐有关的 所以你看我的 那些是多人看的 彭琛的歌 刘德华的《冰雨》 有二千多人看 那也算是不错的 做得是吧 就是 把筋留住有1.5万 这个我是成功过YouTube的 就是做音乐 刚才我说的 做音乐就会 一样的月光的月雨板 有3.1 千花池6千多 这个《消灑者一会》是近期很多 28万 28万 这个我找过内地的 内地的学生帮我唱的 这个是叶善文的原本的《消灑者会》 我将它翻译了做月雨 那有28万人看 赚到多少钱呢 赚到二百多元 这首歌赚到二百多元 就是这样 如果我全部做这些 我天天做一首这些 那似乎找到吃 每天有二百多元 就找到吃 是 有个老师就说 刚才你介绍了一些软件 可不可以都给我们 那些软件 我不是说你给一个 软件 就有了 软件按下去就有了 譬如 那些软件呢 刚才我按这个 譬如我刚才按这个软件 我这里是有了 有了 链接的嘛 里面是有了 在哪里下载的嘛 好好 那或者其他老师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都将近十点了 阻止了阿郑sir很久 不阻止 不阻止 因为资料太多了 就是说很短时间 其实说不完 我说了太多 太深入某些东西 我又怕有些人觉得悶 有 阿郑sir 那他问呢 怎样可以很快地加到字幕 是不是就是那套软件就可以了 就是展影 我研究了很久的 我之前用那些给钱 一些什么 十八 十八 那些那些都没那么好 现在展影就 按个按键就可以了 我不如我示范给大家看 展影 好吗 如果同工不介意 就是夜 真的难得有机会 夜一点就夜一点 加长 我现在即时做展影给大家看 展影 看不看到 大家 看到 看到吗 展影 看到 看到吗 哈 OK 展影 那我开始 咦 怎么有声的 哈啰 那 导入一个影片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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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他自己字幕识别 就是任何 国语又可以 就是直接译上英文 国语英文 广东话都可以 之前广东话不可以的 最近就得了广东话 那我的影片都全部都是用这样的方法做 但是现在可能我网络 因为他用着人工智能的 就是用着网上熟 啊 行了 你看看 看到 哎 各位朋友 你们我转一转 我播一播 各位朋友 你们好 事从几个礼拜之前 我做了我有史以来 第一 对的 这些 这些 这个T-T-T-B-O-M 错了 他变成T-T-B-O-M 他认不到 这些 这些 很多人都开始留言 或者WhatsApp 我WhatsApp他认错了 是吧 刚才 很多人留言或者WhatsApp 我的WhatsApp 变成WhatsApp 因为我读WhatsApp WASAB我了 但是大多数对 你可以在这里慢慢修改 可以修改他 把WhatsApp改正了 明白嗎?明白 這個剪影非常好用,不用剪的 鄭Sir,再問多一點 如果老師,簡單單單 我也是用剪影的 是嗎? iPhone的,我用iPhone 是一樣的 用iPhone,iPad,錄一段 剪,用什麼軟件Apps 比較好介紹一下 很好,剪影就已經很好 就是剪影 剪影就最好 剪影根本就是西瓜視頻 同廠出的,其實它是 跟西瓜視頻一樣的,如果你用 手機西瓜視頻,它那個 按下去,有個加號 一按下去,其實就是走進 剪影的一樣的版面 一個裡面有很多 已經來自了那些 轉場等等 有時候我用手機已經搞定了 你說要快就 手機已經搞定了 手機 手機都有剪影的 好像不是叫剪影的 有,都是叫剪影的 CAPCUT 那個不好 你要用 你要用大陸的那個剪影 哦,明白 這樣的 CAPCUT 不知道撐了很遠的 你要上內地的應用寶 那些下載這個 這個剪影 應用寶 可以 不可以用 不可以用Google Play 下載的 這樣的 是 拍不到 這個 這個 他也是叫展映 不是叫cap cut 就是真的要用大陸那个版本 那么他译出来的字幕呢 是简体的 简体的 他做完出来的字幕是简体的 简体呢 都是简体 那老师会不会有办法 有办法 又要用第三方的软件再转来转去 我刚才有个 这个 这个讲得很清楚的 我有个片讲得很清楚 你看这个片 是 你看 展映这个片讲得很清楚的 有教怎么样再转回 做完cap cut之后 做完 跟着再转回 这里转回 这里呢就是将它翻译 用另外一个软件 将它翻译回来做简体 是要再过一个步骤 好像听说用mac机 有另外一个软件可以做到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不用mac机的 我明白明白 其他同工 还有没有一些 有关于制片 或者YouTube 想知道的 的东西 可以现在问 如果你们真的说今晚一时间想不到的 那又可以想一下 到时你可以WhatsApp我们 那我们再转告给郑sir 郑sir就会回答 那我们再告诉你也可以的 是啊 不好意思啊 郑sir 我想问一些问题 好啊 问吧 我想问呢 我想问呢 我看到呢 我看到呢 你有些可能那些音乐的视频那些呢 就会可能播一些的电影啊 或者是一些的片段 或者一些相片呢 想问一下 是不是事前去一些申请他们那些批准啊 你是不是在说YouTube啊 是啊 是啊 YouTube YouTube呢 你照片 你照片 剪完之后 它会告诉你听 你侵犯了版权 接着不给你钱 就是这么多而已 哦 但是它会说 它不会说你的 不会说的 我给一个后台来看看 如果不行的话 就叫你下枣而已 不会下你假的 YouTube 弄一下是不给你钱的 哦 就是不给钱 我给你看看 你看看我管你 你可以看这里就看到的了 中了招那些呢 就不符合资格 不符合资格 不符合资格 那么版权声明 是不是 看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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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声明那些就没有钱 有些又有版权声明 但是又有钱的哦 那些呢 就是你这个 广告收益 你要以其他版权持有者分享 就是一人一半的钱 但是这个不符合资格呢 我也不知道它踩着它什么呢 踩着它尾巴就没有钱的了 这个所以是零收益的 那凡乎用音乐呢 就零收益的 那些开启绿色的那些 就是有收益的 那你不怕的 你用吧 你用 最大件事都是给它下架的嘛 而且它都不会下你架 它只是不给你钱而已 但是有没有说 譬如说 譬如说 譬如你用多少 是不是多少秒钟 没有 没有 可以不用 哦 少得好 你用两个小节 已经侵犯了版权 我试试 两个小节 不用想了 就是你一定硬的了 没有办法的 你一用了别人的音乐 一定是不符合资格 你也都 况且大家刚刚开始玩都不是打算收钱 就由得它不符合资格 就是它有些电台不是说 可能不知道多少句以内就可以用 我刚才说了 多少句都可以用 只是不给你钱而已 是 没关系的 用了别人的一手音乐 它都是不符合资格的嘛 是 它不能够难为你的 我看到有些是 譬如可能一些影片说 就不可以播啊 那些就是 是不是都是 没有影片是不可以播的 除了色情啊 暴力的 没有影片是不可以播的 去完再播到 但是 我给你看 你看 我用了《鐵達尼号》都可以的 913人看了 怎会不行呢 只是不给我们钱而已 是 是 你不会侵犯什么东西 因为 YouTube呢 和外面的世界是分开的 是 它不是外面的版权公司 它自己已经掌握了所有东西 总之它决定不给你钱 是 是 因为你侵犯了《鐵達尼号版权》 是的 我是侵犯你 那你不要给我钱 我喜欢我的朋友看 我有913个朋友看了 我满足就可以了 如果譬如说 我看你做YouTube的一些歌 它就直接说 你违反版权 它不让我上升 它不让我上升 我不知道你违反到如何 我还没试过 你看看 我整个《鐵達尼号》都放上去 我就上升到 是的 一时时 即是你 你根据 我不知道你是踩着别人什么 是的 譬如 我说一些 有些秘密 譬如你在西瓜视频 我有一次 我踩到哪个呢 我踩到赵薇 他不让我上升 知不知道为什么 我用了赵薇的样子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 超将权 不是 是因为赵薇在大陆被人封杀 你是踩着这条薇 不关赵薇的事 我放周信就行 我放画皮而已 我放画皮 画皮有周信有赵薇 谁知我后来剪完赵薇 剩下周信就行 所以有些事情是很秘密 你们不会知道 总之人家踩上去 不行就不行 最严重的是不行 得了的最多都是没钱 所以没有任何事情要担心 我可以分享一样东西 因为我们有时 我自己都会放一些教育软件上去 影片上去给学生看的 那些同事在教育上 千万不要按什么儿童 观看限制 是的 如果一按 你所有影片很多都放不了上去 是的 是的 要是成人的 是 你一说到儿童儿童 就少少东西都不行 有穿着校服的学生都不行 是 都会出事的了 就是有些东西是很秘密 我都不能够告诉你 不过如果 最严重的不行就不行 都是下架而已 这样 就是其实如果说严 YouTube已经严过西瓜很多了 但是西瓜我都被人下架了 你想想想 不过我吃了头淡汤才被人下架而已 六十几万人看过他才下架 有个老师又问 我用了一些人的音乐 他会不会是侵犯了版权 刚才我回答了 不会的 因为YouTube自己抱上身 好 你侵犯了版权不给钱你 就OK的了 有时候就会你和那个人分钱 有时候就直接不符合 不符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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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不符合资格 此影片无法盈利 就是这样而已 张学友的歌 回头太难 此影片无法盈利 其实YouTuber现在都很流行的 我看到我的亲人 那些表弟 他儿子几岁就说要拍YouTube 自己上座做YouTuber 其实我想这个媒介 都越来越 是 很普遍 因为你如果找个小孩唱歌 你唱个歌出来 你唱了刘德华首歌 他人工智能已经听到旋律 你是侵犯了别人 那你的影片就不会拿到钱 不过大部分人都不是为了赚钱的 是的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件事 我都没有很担心 他不给就不给 给就只有几元 不给就不给 起码我有人听就算了 就是这样而已 不过阿郑sir都说得对的 其实YouTube 他本身有个人工智能 都挺厉害的 你在选择他选择他 他早就通知你 是啊 你都通知了你 如果你真的很严重 他担上去 他担上去的时候 就不给你担的了 你都不用想 我想这些老师是怕被人骤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这件事 从来没有这件事 你不用担心 没有骤的 他只会最严重的就是下你假的 而且我都没试过被人下假 YouTube 反而西瓜就试过 YouTube只是看钱份上 你不行,不符合资格,不给钱 譬如我这个片子有三万多人看了 不符合资格,一元你都没有 因为我一做了音乐 这个有限制 因为我上香港电台访问 它有限制 我们认为影片的流行不大适合大部分广告客户使用 所以他就不放广告 不放广告,那就是没有钱 他已经分析了我每一个片子 你犯了什么,有些是不适合资格 有些是有限制,有些是要跟人分钱 但是开启那些就全部赚钱 这个分享就跟别人分享 我用了王家驱两句歌而已 就说要跟别人分享 我用了这样 还要看你的歌 是现在流行的歌 还是是30年前流行的歌 越现在的就越容易 可能我用的歌比较旧 就没有大问题 就是 其实呢,我想老师呢 是很怕版权的问题 不过我反而想问一件事 郑Sir,我不知道你这方面熟不熟 现在很多Youtube呢 人不出人的 他有个公仔 你说话就 他好像是个公仔 那其实是有没有一些软件可以做 有有有有有有 出个公仔去动 我以前有用过 还没有在那呢 要付钱给我的 那不知叫 不计得了 你搜索一下 有 我忘记了 我曾经买过的 就是找一个我一直说话 他就会动 好不好用呢 这些 可以的 你不想出样子就用它 我忘记了 我曾经有用过 不知道放在哪里 但我喜欢出样子 所以我不用 YouTube出样子 就好像直接一点 是直接一点的 亲切一点 别人见过你的样子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 有些人喜欢有手在那里写 是呀是呀 那个都有一些这样的原件做的 那其他老师 还有没有问题 10点了 你可以 有没有问题 如果真的有问题 真的可以WhatsApp我们 那我们真的 太大了 这个图 很多谢郑sir 说了这么久 我们获益良多 多谢 大家都晚安 晚安 好的 谢谢郑sir 多谢各位 多谢郑sir 不要客气 不要客气 记得订阅 按赞和分享 谢谢 谢谢 订阅 加赞和分享 只是订阅就不太行 不 这句话 一定要时时挂在嘴边 就是等于 看来看来选 订阅 加赞分享 要别人做 你才会更多的人 订阅 订阅 按赞和分享 今天我听完 我也打算 去开个西瓜视频 开西瓜视频 好 但是西瓜视频 就说普通话会好些 不是的 不是 都可以的 短片上去 没有打算说 其实广东话也可以的 因为你 也有一班 广东的粉丝 可以 但是如果说 普通话 就全国人都会听 那些老师 不需要担心的 阿郑sir 就很慷慨 就说 会分享他的powerpoint 给我们的 我一会订阅给你 我一会订阅 我再交给 Vita 他们再通知你 那凡老师方面 做个问卷 那我们能够 那多谢阿郑sir 今天晚上 好客气 好 谢谢 拜拜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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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拜拜